大家好,我是Eddie,欢迎来到ChineseEddieG。 今天我们来学习HSK第六册第五面的语法。 所以,如果你有书,就把书翻到第五面。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课程内容。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巴不得,巴不得这一个词语。 那巴不得它的意思呢是说非常非常希望做什么事情。 用英语来说呢就是have a strong urge to do something, 或者呢是expect to do something so much, 像这样的英文意思。 那大家看看书,书上面写的意思是迫切盼望,迫切盼望, 其实也就是have a strong urge to do something, 和我刚刚说的一样。 不过呢,巴不得这三个词听起来非常的口语化, 是在spoken Chinese当中我们会用巴不得。 好,现在我们来看练一练。 这里有一个练习,对吗? 里面有三句话。 大家要用巴不得来改写句子。 改写意思呢有点像paraphrase。 好,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句。 第一句。 他不来太好了,我就希望他不来呢。 他不来太好了,我就希望他不来呢。 那这一句话你们会怎么改呢? 答案是,他不来太好了,我巴不得他不来呢。 我巴不得他不来呢。 好,第二句。 有人请你玩,你还不去。 这样的好事,我盼还盼不来呢。 注意,这里有一个词是盼,盼望。 盼就是expect,wish to do something, 所以盼,大家要注意这个词。 那我们怎么改写这个句子呢? 有人请你玩,你还不去。 这样的好事,我巴不得去呢。 这样的好事,我巴不得去呢。 好,第三题。 我多么希望你来帮帮我呀。 怎么会觉得你多事呢? 我多么希望你来帮帮我呀。 怎么会觉得你多事呢? 大家要注意,多事这个单词是指一个人事情很多,很麻烦。 所以当你觉得一个人很麻烦的时候呢, 你就会说这个人事多,或者说这个人很多事。 你不想和这种人交朋友, 因为你觉得他们非常的troublesome。 好,那我们怎么来改写这个句子呢? 我巴不得你来帮帮我。 怎么会觉得你多事呢? 我巴不得你来帮帮我。 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五面的第二个语法。 第二个语法是别提多嗯嗯了。 别提多嗯嗯了。 那这个语法是表示程度非常的深, 也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怎么怎么样。 好,那我们来看练习,练一练。 用别提多嗯嗯了改写句子。 同样也是一个paraphrase的练习。 好,我们来看第一句。 听说女儿把这么好的工作给辞了。 妈妈气坏了。 大家看看词了。 词这个单词的意思呢是quit。 或者说是give up your job。 好,所以是词。 那气坏了。 气坏了的意思就是very very angry。 非常非常生气。 所以什么什么坏了, 这也是一个语法。 意思就是very very 怎么怎么样。 比如说热坏了。 热坏了就是so hot,对吧。 好,现在我们来改写句子。 第一题应该是听说女儿把这么好的工作给辞了。 妈妈别提多生气了。 妈妈别提多生气了。 好,第二句。 看到他们两个相处得这么好。 我高兴极了。 怎么改写呢? 应该是看到他们两个相处得这么好。 我别提多高兴了。 我别提多高兴了。 注意相处这个单词的意思是get alone。 好,我们来看第三题。 联欢会上我们自编自演的节目特别特别受欢迎。 联欢会意思是reunion party。 那联欢的意思呢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 比如说老同学很多年没有见面了。 或者说在学校里面一个班级要开一个party。 那这个时候就叫联欢会。 通常呢我们会在这个元旦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中国会叫元旦。 那英文呢是New Year's Day。 对吧? 我们会在元旦联欢会上去表演一些节目。 学校经常会组织这样的活动。 好,下一个词呢是自编自演。 什么意思呢? 自己嘛。 自就是自己。 self。 那编其实就是direct。 对吧? 因为我们如果要演节目的话, 我们肯定是direct a program or show。 所以说编就是direct。 那演呢就是to act out,to play。 所以说我们自己编节目, 然后自己把节目演出来。 这个呢就叫自编自演。 这是一个四个字的短语。 好,这句话我们怎么改呢? 联欢会上我们自编自演的节目, 别提多受欢迎了。 别提多受欢迎了。 好,现在我们来看书的第六面。 我们学习第三个语法。 我们来学习同意词, 也就是意义相近, 或者是差不多的词语。 那有时候在非常正式, 非常formal的情况下, 和非常随意, 或者说是随便casual的情况下, 我们用的词也是不同的。 比如说大家看书, 给到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将和这个把, 还有到和说, 便和就, 及和就是, 令和让, 食和吃。 我刚刚说的每一组词, every pair, 每一组词, 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第一个词会比较formal, 第二个词比较偏向于口语。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看练一练, 我们来做一做题目。 好, 第一题, 在与林小宇的相处中, 我发现她不仅爽快, 还很健谈, 跟谁都能滔滔不绝, 聊起来没完。 好, 聊起来没完的意思呢, 就是聊不到尽头, 也就是这个谈话内容结束不了了。 为什么结束不了? 因为林小宇这个人非常健谈, 健谈就是非常非常爱说话, 所以她很爱说话呀, 那聊天就没完了。 好, 我们看看重点内容, 在这里有一个单词是与, 我们括号中应该填哪一个词呢? 我们来替换replace与这个词。 好, 正确答案应该是在和林小宇的相处中, 在和林小宇的相处中, 等于在与林小宇的相处中, 只不过和更加的口语化。 好, 第二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茶, 制茶, 饮茶的国家, 种茶的历史已有几千年了。 好, 我们看到这里, 种茶就是plant tea, 制茶, 制就是去做。 大家看一下制, 这个词听起来就很formal, 因为它是制作或者是制造,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制在这里就是make。 好, 那饮茶当中的饮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drink,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替换成喝, 喝茶的国家。 好, 我不知道这本书是否能让你了解我, 及我生活的全部。 我们努力吧。 好, 这里有一个词是是否, 是否就是weather or not, 或者是if or not。 如果我们换成这个比较口语的词, 这句话应该读为, 我不知道这本书能不能让你了解我。 能不能让你了解我。 好, 那这里注意, 后面还有及我的生活的全部。 及其实也是一个很formal的单词, 它其实就是and, 但是如果我们也改成比较口语的词汇, 我们应该改为和。 了解我和我生活的全部。 对吧? 好, 今天我们的内容就说这么多。 如果大家想学习更多HSK6的课程, 请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并且订阅我的内容, 还要打开小铃铛, 这样大家就不会错过我的每一集内容了。 好, 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